欸我發現他這個蛋塔做了一個全新的包裝欸 我覺得就是要推這個K-Desert品牌 哇塞 這個料其實很豐富欸 他把這個奶酥做成那種脆脆 有點像是餅乾口感的 其實是一個加分的 對我來說就很合我的口味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呢有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這陣子呢有兩個新聞 實在是震驚了整個社會 尤其是愛吃素食 包括我 第一個就是麥當勞沒有賣薯條了 其實只是薯條缺貨而已啦 那第二個呢更誇張了 就是肯德基不賣蛋塔 怎麼可能肯德基可是被炸雞當務的蛋塔店呢 還好最終呢在5月23號的時候啊 肯德基發出了新聞稿 其實他只是把蛋塔呢 移到了一個他們新開的副品牌 K-Desert頂級填選 我覺得呢這個概念應該有點像是麥當勞的這個MC咖啡 並且呢在5月24號也就是我們拍攝的當天 推出了一個全新的蛋塔叫做 美國奶酥塔 也是呢讓這個愛吃肯德基蛋塔的人心裡放下來一顆大石頭啦 所以呢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要來開箱這個肯德基的全新蛋塔 美國奶酥塔 以及肯德基在今天5月24號呢 一樣同步呢也推出了一個很特別的炸雞 韓星甜薯 五穀大口翠雞 超級有夠難念的 不過這兩個應該都算是蠻特別的新品啦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看吧 就是這兩個喔 欸我發現它這個蛋塔做了一個全新的包裝耶 我覺得就是要推這個K-Desert品牌 其實這包裝還蠻漂亮的 真的有這種甜點專賣店的感覺呢 好那我們來打開看看 你看 哇 哇賽 這個料其實很豐富耶 來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登登登 可以看到呢它上面其實有蠻多的莓果 平均一顆蛋塔裡面大概有5顆莓果 感覺這個酸甜的滋味應該是會蠻出來的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開吃囉 嗯 我覺得蠻好吃的 不過呢 如果你是怕酸的人的話 可能會覺得這蛋塔 有一點點太酸 一開始進去的時候呢 會是蛋塔那個酥皮的 脆脆的那個感覺 然後再接著呢 其實會是莓果的這個味道 之後再融入它原本的這個奶油的內餡 那我現在還沒有吃到奶酥的部分 我們可以等一下 連著奶酥一起吃吃看 嗯 為了不著它莓果的香氣真的是蠻濃郁的 不過就是因為它莓果也偏多 所以會讓整個蛋塔呢 其實有微酸的感覺 如果是喜歡這種酸甜酸甜的人呢 應該是會非常喜歡這蛋塔的 然後接著呢 我們吃到了有奶酥的部分 那它的奶酥呢 是脆的 你有稍微簡單烘烤過後的那種奶酥 就是一開始覺得說 欸它的味道會有點太複雜了 不過我覺得呢 它把這個奶酥做成那種脆脆 有點像是餅乾口感的 其實是一個加分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內餡的部分啊 其實已經更奶油狀了 它比較像是紅豆餅裡面的那種奶油 比較creamy的感覺 口感上呢 稍微Q彈了一點點 所以這蛋塔 對我來說就很合我的口味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看看也是今天才推出的新品 韓心甜醋 五谷大口翠雞 它呢 是用這個五谷的雞腿肉 然後用韓式的那種炸雞去做成的 然後呢 還有加上台灣的這個 台東57號地瓜 目前看起來的話是蠻好吃的 畢竟肯德基的炸雞呢 其實也算是蠻多汁又肥嫩的 所以呢 我覺得應該不會差吧 我們接下來吃吃看喔 我覺得這個炸雞啊 比起韓式炸雞 它的皮呢 還是稍微厚了一點點 就是我覺得一般來說 韓式炸雞的那個皮都還算是比較薄的 這個呢 它的炸雞方式還是比較像是 就是我們一般看到的麥當勞啊 肯德基 去做出來的這種脆皮炸雞 不過吃起來呢 倒也不會覺得奇怪 搭配上它這個韓式醬呢 我覺得是非常好吃的 這個韓式醬呢 我估計它有做一些 排味的調整 老實說我覺得 這個醬搭配吃下來 我剛咬下去的第一個感想 好像科學麵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剛去看了一下它的這個商品介紹 它其實是用一個肯德基的蜜製調味粉 去做熬製的那個醬料 不過說到它的肉質的話呢 肯德基的雞腿肉 基本上都在水準之上 它的皮如果再薄一點點的話呢 更能凸顯它的肉質的鮮美 因為吃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它炸的那個皮的味道呢 還是蠻搶細的 我覺得差不多有個八分 那相當它的那個莓果奶酥塔呢 因為我本身是喜歡酸甜的 這也是我可以給到九分的這個高分 不過如果你自己不愛酸甜的話呢 可能就要自己斟酌一下 因為它的酸味呢 我覺得算是蠻重的喔 好啦 那今天的這個肯德基新品開箱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路啦 我自己是覺得 這兩樣東西比起來的話呢 還是蛋塔比較讓我驚豔一點 第一個是料給的非常的足 還小小一顆蛋塔裡面就加了五顆莓果 所以我覺得餡料的部分呢 算是非常的足夠的 包括奶酥它在上面也鋪了大概有半個蛋塔了 不過我覺得口味上呢 就比較因人而異了 那這個韓式炸雞的部分呢 我覺得算是水準之上 不過沒有特別的厲害 因為畢竟肯德基感覺 最近也是在推出一些比較不同的東西啦 那我覺得以這個突破來說的話 算是一個好的開始子 我個人覺得可以嚐先看看啦 不過你可能就會覺得 喔 就是 就是這樣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囉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那我們來吃吃看它裡面附贈的這個 海濃57號地瓜 沾一點它的這個韓式醬 老鼠說我覺得它的地瓜 就是一般的地瓜 嗯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觀看